只用一台新款Mac mini的钱 我就装了这么一台 果味十足的手提电脑主机 它看起来跟苹果那个天价的Mac Pro也太像了吧 但最让我意外的是 它虽然价格只要3000多 但它的性能一点都不差 2K分为缕唱完3A大作毫无压力 甚至在苹果最拿手的剪视频上 都比苹果要更快 这样一台性能质感兼顾的果味PC 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呢 你好 我是不想看到你踩个读书粥 还是老规矩 所有配件都是我自费勾入 没有掐饭成分 大家可以先点个收藏 万一后手痒想装机了呢 首先大家要看一下机箱 小折扬品B2 Pro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它就是抄的苹果的那个Mac Pro 不过因为Windows PC的发热更大 所以它的侧边也打了很多孔 想当初苹果刚刚发布这个设计的时候 很多人直呼受不了 像刨斯器一样 但其实看久了感觉也挺帅的 小折扬品B2 Pro也是采用了一个全绿的机身 做工质感肯定跟苹果那个几万的比不了 但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收到货以后 它这个提手和底座就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也是要好评的 不过有一点算是它为了外观做的一个妥协吧 就是整机的Io接口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前置的Type-C 像其他机箱厂用的USB-A口和耳机二脉接口 它是一个都没有 如果你像我一样 恰好主板还不支持前置Type-C接口的话 那么还要再花几块钱买一个这个USB-3.0 或者SFX电源 下方支持长显卡 但如果你要用长显卡的话 就必须要用短一点的电源 如果你用双风扇显卡的话 那电源就想多长可以有多长啊 散热方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既可以选择传统的风冷 只要小于135毫米的就行 也可以选择240或者120水冷 但是必须装在它侧面的这个固定支架上 那这样装起来其实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会更倾向于风冷的方案 总的来说呢 这个机箱的结构是非常明确的 装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小白抄作业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选择了什么配置吧 我这次装机的初衷是想看看 用这么一台M4Mac mini的价格 能装一台什么样的Windows PC 现在Mac mini补贴价大概在3799 这个预算我觉得最合适的搭配 就是AMD的5600加上4060的显卡了 现在5600的价格跌了不少 而且用几块钱包邮的AMD原装散热器 就可以压得住 性价比是相当高的 搭配的主板如果追求极致的性价比的话 那可以考虑明确的B-50M挑战者 但我这次预算还是比较宽裕的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华硕的B-50M-K 作为一个4内吨插槽 双硬盘位的B-50主板 卖400多我记得还是挺香的 最后显卡呢 我就用了点掌握双11的神话 1800道的便宜的4060 其实其他的4060也都是可以选的 只要是双风扇的都可以塞得进去 因为这个机箱四面都是开口 所以散热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烤机的时候CPU只有77.5度 显卡温度甚至只有61点几度 那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 5600加4060的理论性能 和苹果吹上天的M4相比究竟谁更强 CPU性能呢 苹果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断层实领线 它的Geekbench 6单核分数是3800多分 多核分数是14700多分 而5600这边单核只有2100多分 多核只有900多分 但是在显卡性能方面就有点欺负M4了 毕竟4060也是这么大一张独显 在3DMark WideLife Extreme中的跑分 直接超了M4核显一半还有的胜 所以可以理解为 5600加4060是一套低优高显搭配 而M4这边是一套高显低显的搭配 理论性能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反映到实际使用中 它们究竟谁更强呢 我就不比游戏了 比游戏太欺负Mac了 我们就比比Mac最常用的 生产力场景 剪视频 两台电脑 我使用同一个剪辑软件的 同一个视频预设 导出同一段相同的视频 两者都开启一键加速 Mac这边选择Metal加速 Windows这边选择Cuda加速 结果实测Mac这边用是3分12秒 Windows这边用是2分26秒 我说句不好听的 Mac适合解释评这个说法 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在相同价格下 Windows PC的性能还是有绝对优势的 而Mac这边的优势 我觉得更多是在于 低功耗低噪音 这些舒适度层面上的东西 M4 Mac Mini的性价比 确实是非常高 但是它更多的还是 针对苹果之套生态而言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台 更全能的电脑的话 3000多我会更推荐你 抓一台Windows PC 还是老规矩 视频中间我会预告 我们下期视频要做什么 好久没装ITX了 正好我最近搞了一台 全球最小的4070 Super显卡 我就用它 搭配这个机械大师的CS Air 给大家装一台 颜值性能俱全的 高性能小方块吧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点个关注吧 我一月初 应该就会给大家更新出来 最后我给大家装的 就是这么一套配置 价格总共花了3700出头 现在双11已经过了 大家自己买的话 可能还觉得到3900的样子 会比Mac Mini要贵一点 但是盖板的Mac Mini 它只有256G的硬牌 想要加512G 就比我这套贵太多了 毕竟苹果的闪色是金字座的嘛 自己装机的好处就在于 升级的成本比较低 有什么需求的话 也可以风险游人 那么咱们这台果味PC 能玩什么样的游戏呢 以下游戏我都看到2K高画质 有DSS就看到平衡档 实测CSR平均188帧 英雄联盟对线平均640帧 绝地求生平均151帧 永远无剑是平均147帧 Apex平均142帧 原神当然是稳稳的60帧 那么3A大作呢 目历暗影平均120帧 控制平均118帧 换艾特曼克2平均81帧 赛博朋克不开光追 不开晨升城的话 有平均103帧 开启光追开启晨升城的话 就只有平均56帧了 至于黑神话悟空呢 不开光追不开晨升城 是平均69帧 开启光追开启晨升城之后 就只有平均53帧了 所以说这台电脑不开光追的话 2K高画质通吃3D大作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想玩光追的话 那可能就得降到1080p分辨率了 怎么样 这台颜值性能俊全的国威PC 你愿意给几分呢 其实这台电脑是真的很好装 我还是挺推荐小白来尝试一下的 既容易上手 又很能提供情绪价值 那么下期视频呢 我就用这台全球最小的 双风扇4070 Super 给大家装一台纯白ATX小钢炮 感兴趣的话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不想看到你踩刻的无招 希望大家在下期视频里 跟你相遇哦 拜拜